音乐 编曲 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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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湃 诶 你好 诶 找懂 我们差不多三十多岁的时候 我跟陳雪 然後陳英書 然後顏忠賢 我們有幾個 我們大概 聽的時候大概兩個月會聚一次 那兩個月 那平均大概一年會唱兩次 通常是陳雪先生 就會一起來唱歌 然後我們這樣子應該有幾個 都是來這一家 那這一家以前很破爛 現在重新 重新裝潢 我們這種創作者之間 其實會有一種靜妙其神 就是平常我覺得陳雪 妹啊 就是寫的不會比我好啊 然後妹妹寫的不錯 OK喔 結果一進來 一聽她唱江蕙 那個神的 女神的那個光就馬上跪下來 然後覺得可以當你的經紀人嗎 對 陳雪 請做我們的振國紅衣大號 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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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碰到紅衣大 就是一唱而已 我們這樣會唱什麼歌 這不是好嗎 我每次換他們就看起來說陳雪是Polo級的 他們大家都不知道 沒有人要相信 因為陳雪在以前很苦命的 這可以講嗎 很苦命的人光 她曾經在高雄的 台中的 台中的KTV 然後那種是包廂呢 其他人家是 可以到很大是點那個小姐 可以唱 美酒 可是她是不能碰的 真的很口唱 她是經理帶著她宣放 就是到每一間 然後這個女歌後唱一首 然後大家是 美小貝 對 就是這家店有 有鄭國婆 對 鄭國婆 因為後來就 就參加了一個團體 他們都是不唱歌的 所以你們之後就不再唱歌 對 童衛哥不唱歌 不是 童衛哥可以吧 楊凱琳不唱歌了 楊凱琳不唱歌了 他們有很多人都不唱歌了 他們有很多人都不唱歌了 自閉陣 自閉陣 所以有自閉陣 所以有自閉陣 又沒有再唱過歌了 對 這樣真的很久了 我們好有提議說來唱歌 都沒有要來 所以我們就六七年 沒唱過歌了 對 好可惜 好 謝謝 再次的機會 你別光 每個人都有三一段 然後這個歌本身我覺得它就是寫 那種在故意會裡面的愛慾交傳 就是那種情感像的流離吧 那我覺得《無辜之城》裡面那個女主角 她其實自己也就有一段比較破碎的生命 然後她後來跟裡面那個男主角 那個《自家珍珍》 她其實有一個還滿有意不定的感情 我覺得這一個部分還滿滿詮釋的 然後就 就借機就把它獻給L子去承認 那還看見《野玫瑰》 我覺得她很像 我之前有講過 其實陳雪可能是 華文小說寫這個 一個很 妖幻 可是很純潔的一個漂浮的女文 那這女文很可能是說在一個像 軟的內部 的一個純潔 自我純潔的狀態 而其實 撥開層層的話 那個 負之惡 或是負之暴力 那她可能在撥開的過程 在她不同時候 我以為就是台灣 底層社會 或是這個 城鎮的這個奇觀 各種 包括她之前的《摩扁》 或是她這次的《摩扁》 其實她 她就是在讓我們看那個撥開的過程 然後眾人都是 都是七中罪 就是台灣的經濟起飛啊 或是城鄉中的黑道啊 神怪啊 然後政壇 各種 那 那個時候我本來就覺得 南海看見眼玫瑰 這個最早在文學裡的點 就是秋妙之間 就是 她其實 反正這就是會是一個 可能詮釋一個 很悲創 或是很悲痛的感情 原初會有一個 其實很單純的 想在看 嗯 心愛的東西 那 我覺得樂群老師就很準啊 如果這個東西拿來 全是《無福之城》裡面 那個很核心的東西 去面對傷害或暴力 或是被遺棄的這個東西 寫情的寫實好時光 來 翻譯 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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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曾是我的模樣 明朝這個書 說來話長 然後它 然後因為它 它就是一個 其實它是一個科幻 那它這個科幻其實是像 中國的大陸的一個 劉慈欣的一個小說 致敬 那這個小說當然就是講到一個 一個地球的 在更高的文明的法則之下 宇宙法則之下 地球註定要被滅絕 所以滅絕這件事情是 沒辦法的 可是我們 因為這是預言嘛 這是科幻 所以其實我們都有 人類有一些這樣的形式 你在滅絕暴力 超過核彈 億倍的暴力 就它是把最後太陽系 都編一張平的微博 二微博 然後可是人還是有那麼像 明火蟲一樣 那麼小 那麼微弱的一點 那麼小小的文明的願望 或夢想 明朝寫的就是 最後做一個遠端 就知道地球最後要被滅掉了 可是它做一個遠端的發射 那它發射是把明朝這個設定好 AI設定好 一個隻機器人 它把整個 所謂明朝的書寫檔 藏在它的AI的大腦裡 然後它就要飛在外太空 它要孤獨地飛上萬年 然後它要找到一顆外太空的星球 那時候人類這個物種已經滅絕了 會具有人類的時間靈魂 然後它要在那個星球上重建 其實也不是人類 就是很多小機器人 然後那顆星球比較明朝 那所以我後來就覺得這個 這個平淡之路很像是 我覺得很有趣的感覺 謝謝 謝謝 龍飛這個臉 它其實有一部分是非常華麗 很像有炭調 那另外一部分其實就是 就是像小阿龜吵鬼叫的 那其實我覺得 孫瑋君跟小說就很涼不 兩個這樣的 很可怕 它其實有一個部分是非常美 雖然我那天來讀的那個 它在講仇音 然後是講裡面那些文人 那些藝術家畫的畫 它寫的是非常非常美的古文 然後很古典的東西 可是有另外一部分可能是 滅絕 因為講未來科幻的東西 它其實蠻荒聯 就是蠻殘破 殘破的 還有我覺得它自己本身 又有一種那種 還殘留了二童的那種系列在裡面 所以我就覺得這首歌的那個 對照感跟它這個落差 其實就比較適合來詮釋明朝 其實明朝要找到合適的歌 倒是真的蠻多 你看我覺得這首倒是 好像就可以有一個那種 很華麗又很荒聯的感覺 謝謝妳 找得很扯 找得很扯 有我剛才聽到妳竟然這樣 臉我好感動 有那種打書感動 有有有感動 妳早就該拒絕我 不該放任我的最理求 給我渴望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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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下丟不掉的名字 謝謝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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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渴望的故事 那妳 我渴望的故事 也會即使 我渴望的故事 我渴望的故事 那妳 進文學應該幫成學 它還要來 它還要笑 不是不是我太Lo了 太糟蹋了 我覺得應該邀請傳說中的 文壇十大唱將來PK他 來跟他跳 會很好看 比如說傳說中 傳說中依格言 傳說中楊佳祥 我覺得我只是聲音比較高 你們靜文選 不是不是 他是Polo 他是職業 他唱一唱我有時候會覺得 江維要裝 他的頭套拿起來 有機會再來唱 我覺得可以辦一次 辦一次那種 歌會有 沒有 其實我們就是 那次我可以不要當 對子陪唱 我可以當維持場面的 保鑣 對啊 我們以前來我的角色都是 搖零 好 現在這有機會再來唱 就是什麼 就算了解而非 就算了解而非 無論愛都沒有斷結局 無辜失去後來回憶 讓我證明我純純去愛過你 愛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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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